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茄子中淋入两个鸡蛋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做法 首先准备两根茄子切成三公分左右的小长段 然后再把茄子切成小长条 茄子皮一定不要削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盆中 然后再加入一勺白醋 一勺食盐 再倒入清水没过茄子 然后再把茄子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放一边浸泡防止氧化变黑 接下来准备一个西红柿对半切开 把西红柿递去掉 然后再把西红柿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青椒把纸去掉 再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再准备一个红椒也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和青椒放一起 准备一把小葱把葱白和葱叶分开 先把葱白切碎 切好之后先放入小碗中 再把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另外一个碗中 再准备准备几颗蒜瓣 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和葱白放一起 再准备一个碗打入两颗鸡蛋 然后再用筷子把鸡蛋液划散 搅散之后先放一边备用 这回我们的茄子也已经浸泡好了 再把茄子控水捞出来 放入大碗中备用 接着再把鸡蛋液淋入茄子中 淋入之后再把茄子搅拌均匀 让茄子充分的裹上鸡蛋液 然后再加入一勺淀粉 再次把茄子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茄子都裹上一层淀粉 接着锅里稍微多倒一些油 油热之后把茄子放进来 先把底部煎至定型 然后再把茄子翻炒均匀 在煎茄子的时候要保持中大火 这样可以防止茄子吸油 这边茄子裹了鸡蛋液和淀粉 煎起来一点也不吸油 煎软之后就可以盛出锅啦 先放入大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里留油 把葱蒜末放进来炒香 炒香之后再把青红辣椒放进来 把青红辣椒炒至断生 接着把西红柿放进来 把西红柿炒出汁水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接到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炒出汁水以后 把茄子放进来进行调味 加入一勺盐 少许的鸡精 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再把调料放拌均匀 让茄子充分的入味 最后再把葱花加进来 翻炒片刻就可以了 炒好之后就可以盛出锅了 最后装入盘中 美味鸡成 一道非常好吃的香煎茄子 就做好啦 做法简单 下酒又下饭 真的非常的好吃 而且这样做的茄子 一点也不吸油 不发黑 吃起来明软入味 真的是太香了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